这一堂课要跟大家讲的是 Network Compression 在这个课堂上 我们已经看过了很多 硕大无棚的模型 举例来说BERT或者是GPT 在这一节课里面 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事情是 我们能不能够把这些 硕大无棚的模型 把它缩小 我们能不能够简化这些模型 让它有比较少量的参数 但是跟原来的效能 其实是差不多的 这就是Network Compression 想要做的事情 为什么我们会在意 Network Compression这件事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会需要把这些模型 用在Resource Constraint的环境下 用在资源比较有限的环境下 什么样的环境是资源比较有限的 有时候你会需要把这些 机器学习的模型 举例来说 跑在智能手表上 举例来说 跑在Dron上面 那在这些Edge Device 在这些IoT的Device上面 只有比较少的Memory 只有比较少的Computing的Power 所以我们的模型如果太过巨大 你的手表可能会是跑不动的 所以我们会需要比较少的模型 那讲到这边有人就会问说 为什么我们会需要在这些Edge Device上面 跑模型呢 我们为什么不把资料传到云端 直接在云端上做运算 再把结果传回到Edge Device 比如说你的手表就好了呢 为什么一定要在手表上面做运算呢 那一个常见的理由是Latency的问题 假设你今天需要把资料传到云端 云端计算完再传回来 那中间就会有一个时间差 那假设你今天的应用 你今天的Edge Device上面 你今天的Edge Device是自驾车的一个Sensor 那也许自驾车的Sensor需要做非常及时的回应 你需要把资料传到云端再传回来 那中间的Latency太长了 也许会长到是不能接受的 但接下来有人又会问说 在未来5G的时代 会不会Latency根本就可以忽略不计呢 那这个时候呢 有人会给你另外一个 我们需要在Edge Device上面做Computing的理由 这个理由就是Privacy 如果我们今天需要把资料传到云端 那云端的这个系统持有者 不就看到我们的资料了吗 也许我在做什么事情 我不想让云端系统持有者知道 所以为了保障隐私 也许在智能手表上直接进行运算 在智能手表上直接进行决策 是一个可以保障隐私的做法 好那这边呢 就跟大家讲一下 Network Compression的种种理由 那在这份投影片里面呢 会跟大家介绍5个Network Compression的技术 那这5个技术啊 都是以软体为导向的 我们只是在软体上面 对Network进行压缩 那我们都不考虑硬体加速的部分 当然另外一个支线的研究是 我们想办法在硬体上 加速模型的运算 让Edge Device上面跑深度学习的模型 更加有效率 不过这是另外一个研究的面向 我们这边就不讨论任何跟硬体有关系的东西 我们只讨论跟软体有关系的东西 那第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的 是Network Pruning这个技术 那我们今天讲完Network Pruning呢 我们就下课 Network Pruning呢 顾名思义就是 我们要把Network里面的一些参数 把它剪掉 Pruning就是修剪的意思 我们把Network里面的一些参数把它剪掉 为什么我们可以把Network里面的一些参数剪掉呢 因为你知道俗话说的好 数大必有枯枝 一个这么大的Network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参数 那每一个参数不一定都有在做事啊 参数这么多的时候 也许很多参数 它就只是在滑水 它是打酱油的 它什么事也没有做 那这些没有做的参数 放在那边就只是占空间而已 浪费运算资源而已 何不就把它们剪掉呢 所以Network Pruning的基本概念 就是把一个大的Network 其中没有用的那些参数 把它找出来 把它扔掉 那我小时候啊 在也不算是小时候 高中的时候 在生物学课本上看过这个图 这个跟Network Pruning好像也有一点关系 这个图是告诉我们说 人刚出生的时候 脑袋是空空的 这些图呢 这些是脑的神经元 脑袋空空的神经元跟神经元间 没什么连结 在六岁的时候 会长出非常多的连结 但是随着年龄渐长 有一些连结 就慢慢消失了 这个跟我们等一下要做的Network Pruning 有异曲同工之妙 那其实Network Pruning这件事啊 不是太新的概念 早在这个90年代啊 Yang Rakun呢 就有一篇paper是讲Network Pruning的 那篇paper的title是 Optimal的Brand Damage 他把Brand 他把这个Network Pruning 把剪掉一些Weight 看成是一种脑损伤 Brand的Damage 那Optimal的意思就是 我们要找出最好的Pruning的方法 让一些Weight被剪掉之后 但是对这个脑的损伤是最小的 好那Network Pruning的概念 大概是怎么样进行的呢 它的framework大概是这样子的 首先呢 你先train一个最大的Network train一个大的Network 然后接下来呢 你去量这个大的Network里面 每一个参数或者是每一个Neuron的重要性 去评估一下 有没有哪些参数 它是没在做事的 或有没有哪些Neuron 它是没在做事的 怎么评估某一个参数有没有在做事呢 怎么评估某一个参数重不重要呢 最简单的方法也许就是 看它的绝对值 如果这个参数的绝对值越大 那它可能越能 对整个Network的影响越大 或如果它的绝对值越接近零 那也许对整个Network的影响越小 也许对我们任务的影响越小 或者是 其实你也可以套用Lifelong Learning那边的想法 你记得在Lifelong Learning里面 我们不是也要看说 哪一些参数比较重要吗 我们不是有一大堆的方法 看哪些参数重要 哪些参数不重要 然后决定BI那个首位的值吗 也许我们也可以就把每一个参数BI算出来 那我们就可以知道那个参数重不重要 然后把不重要的参数减掉 好那也可以评估每一个神经元的重要性 我们也可以把神经元当作修剪的单位 那怎么看一个神经元重不重要呢 你就可以比如说计算这个神经元输出不为0的次数等等 那总之有非常多的方法来判断一个参数 或一个神经元是否重要 那我们在这边就不细讲 好那把不重要的神经元 或者不重要的参数就减掉 就把它从模型里面移除 那你就得到一个比较小的Network 但是你做完这个修剪以后 通常你的正确率 你的模型的效能就会掉一点 因为有一些参数被拿掉了 所以这个Network当然是受到一些损伤 所以正确率就掉一点 但是我们会想办法 让这个正确率再回升一点 怎么让正确率再回升一点呢 就是把这个比较小的Network 把剩余没有被剪掉的参数 再重新做微调 你就把你的训练资料拿出来 把这个比较小的Network再重新训练一下 然后训练完之后 其实你还可以重新再去评估一次 每一个参数的正确讯 你还可以再remove掉 再剪掉更多的参数 然后再重新进行微调 那这个步骤可以反复进行多次 那为什么我们不一次剪掉大量的参数呢 因为在实验上发现说 如果你一次剪掉大量的参数 可能对你的Network的伤害太大了 可能会大到你用Fintune也没有办法复原 所以一次先剪掉一点参数 比如说只剪掉10%的参数 然后再重新训练 然后再重新剪掉10%的参数 再重新训练 反复这个过程 你可以剪掉比较多的参数 当你的Network够小以后 那整个过程就完成了 你就得到一个比较小的Network 而且这个比较小的Network 也许它的正确率跟大的Network 是没有太大的差别的 那我们刚才讲到说修剪的单位 可以以参数为单位 也可以以神经元来当作单位 那用这两者当作单位 有什么不同呢 用这两者当作单位 在实作上会是有蛮显著的差距的 如果我们现在是以参数当作单位 会发生什么事 假设我们是要评估说 某一个参数要不要被去掉 某一个参数对整个任务而言 重要能不能够被去掉 那我们把这个不重要的参数去掉以后 我们得到的Network 它的形状可能会是不规则的 所谓不规则的意思是说 举例来说我们来看红色的这个Neuro 它连到接下来三个绿色的Neuro 但第二个红色的Neuro 它只连到两个绿色的Neuro 或这个红色的Neuro 它的输入只有两个蓝色的Neuro 而这个红色的Neuro 它的输入有四个蓝色的Neuro 如果你是把参数当作单位 来进行修剪的话 那你修剪完以后的Network 它的形状会是不规则的 形状不规则会造成什么样的问题呢 最大的问题就是你不好实作啊 你想想看 你用PyTorch要实作这种形状不规则的Neuro 你好实作吗 你不好实作啊 因为在PyTorch里面 你在定一个Neuro的时候 你的定义方法都是 每一层有几个Neuro 对不对 你都是定义说 我现在每一层要输入有几个Neuro 输出了几个Neuro 或者输入多长的Vector 输出了多长的Vector 这种形状不固定的Neuro 你根本就不好写啊 你自己实作的时候 你根本就不好实作 而且就算你硬是把这种形状不规则的Neuro 把它实作出来 你用GPU加速也不好加速啊 GPU在加速的时候 就是把Neuro的运算看成一个矩阵的乘法 但是当Neuro是不规则的时候 你就不容易用矩阵的乘法来进行加速 你不容易用GPU来进行加速 所以实际上啊 在做Weeprooting的时候 在实作上 你可能会把那些碰掉的Weight 直接补0 就是碰掉的Weight 它不是不存在 它的值呢 只是设为0 那这样的好处就是 你的实作就比较容易 你就比较容易用GPU加速 但这样的问题是什么呢 这样的问题是 你根本就没有真的把Neuro变小啊 你这边说这个Neuro 它的这个Link 这个Weight 它的值是0 你还是存了这个参数啊 你还是存了一个参数 在你的Memory里面啊 你并没有真的把Neuro变小 你只是在想象中把它变小 在自High 你觉得这个Neuro变小 但实际上这个Neuro 并没有真的变小 所以这个是以参数为单位 来做Pruiting的时候 你在实作上会遇到的问题 这个文献上的实验啊 就是想要跟你展示说 以参数为单位做Pruiting的时候 你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我们先来看紫色的这条线 紫色的这条线呢 它说是Sparcity 这个Sparcity是什么意思 这个Sparcity就是 有多少百分比的参数 现在被Pruiting掉了 那你发现说 这边啊 这个紫色的这条线 它的值都很接近1 什么意思 代表有 接近 大概95%以上的参数 都被Pruiting掉了 这个Neuro Printing的方法 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效率的方法 往往你可以Pruiting到95%以上的参数 但是你的Accuracy只掉一两%而已 所以这边参数Pruiting是Pruiting非常凶的 有95%的参数都被丢掉了 照理说丢掉了95%的参数 只剩下5%的参数 这个Neuro变得很小 它的运算应该很快吧 但实际上你发现 根本就没有加速多少 甚至可以说 根本就没有加速 如果你看这些长条图 这些长条图显示的是 是在三种不同的Computing的Resource上面 你Speed Up的程度 你加速的程度 那加速的程度要大过1才有加速 加速程度小于1其实是变慢的 结果你发现说 在多数情况下 根本就没有加速 多数情况下 其实都是变慢 也就是你把一些WebPruiting掉 结果你的Neuro形状变得不规则 然后你真的用GPU加速的时候 你反而没有办法真的加速它 所以WebPruiting 不见得是一个特别有效的方法 那Neuron Pruiting 以神经元为单位来做Pruiting 也许是一个比较有效的方法 如果我们用神经元做单位来Pruiting 丢掉一些神经元以后 你内卧的架构仍然是规则的 简单来说就是 你用PyTouch比较好实作 你实作的时候 你只要改每一个Layer Input Output的那个Dimension就好了 所以你比较好实作 也比较好用GPU来加速 这个是在Neuron Pruiting 实作上可能会遇到的问题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大家有没有问题要问 有看一下 简枝 有同学问说 这个简枝应该是 简掉的简 还是简少的简 在我的认知里面是简掉的简 但是如果我有说错 你再纠正我 有同学问说 请问CNN中做完Pruiting 简掉遮罩中一些参数 它的运算量是不是没变 不好意思我没有非常懂这个问题 遮罩的参数是什么 我这边没有非常了解 也许你可以重新再 formulate一下你的问题 那我等一下再来看 有同学问说 这个Pruiting有没有效率 是韩式库的问题 对啦 是韩式库的问题 那如果你可以想办法写一个 Irregular的Network 也很有效的方 也很有效的韩式库的话 那你就可以用WeiPruiting 但是问题是 大家都没有要自己写韩式库 你都是CoppyTorch 所以你用WeiPruiting 就没有办法加速 好 如果反过来想 在处理一个任务时 把Network慢慢扩大 可以比直接用大Network 有更好的表现吗 有同学问说 如果我们先train一个小的Network 再把它慢慢变大 会不会比较好呢 因为我们刚才讲 NetworkPruiting的时候 是把大的Network 慢慢变小 那如果我们先train小的Network 再慢慢变大 会不会比较好呢 答案是不会 我们在下一页投影片 就会回答你的问题 然后同学说 可变Network本来就比较难做 对啊 可变Network本来就比较难做 好 好 那接下来 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 你说我们先train一个大的Network 再把它变小 而且说小的Network跟大的Network 它们的正确率没有差太多 那我们怎么不直接train一个小的Network就好了呢 直接train一个小的Network比较有效率吧 才train大的Network变小干嘛 根本是舍本足墨 为什么不直接train小的Network 那一个普遍的答案是 大的Network比较好train 你会发现说 如果你直接train一个小的Network 你往往没有办法得到跟大的Network一样的正确率 你可以先train一个大的Network 再把它变小 没有 正确率没有掉太多 但直接去那个小的Network 你得不到跟pruning 大的Network prune完变成小的Network一样的正确率 那至于大的Network为什么比较好train 那你可以参看以下这个影片的连结 我在过去的课程有试图解释这件事 好 但是为什么大的Network比较好train呢 那这边有一个假说叫做大乐透假说 那不过它既然叫做假说 就代表说它不算是完全被实证的一个方法 不算是一个被实证的理论 如果它是已经被证明出来的 那它就是一个理论嘛 那它现在只是一个假说而已 那这个大乐透假说是怎么解释 为什么大的Network比较容易train 直接train一个小的Network 没有办法得到跟大的Network一样的效果 一定要大的Network prune变小 结果才会好呢 大乐透假说是这样说的 我们知道说训练Network 是一个看人品的事情 我们现在大家都做过这么多作业了 我相信你都一定有很多的心酸血泪 你知道trainNetwork就是看人品的 每次train的结果 不一定会一样 你抽到一组好的initial的参数 你就会得到好的结果 抽到一组坏的initial参数 就会得到坏的结果 那像这种看 就好像说乐透呢 也是一个看人品的东西 但是怎么在乐透这个游戏里面 得到比较高的中奖率呢 是不是就是包排买比较多的彩卷就可以增加你的中奖率 所以对一个大的Network来说也是一样的 大的Network可以视为是很多小的subnetwork的组合 我们可以想成是一个大的Network里面 其实包含了很多小的Network 当我们去训练这个大的Network的时候 我们等于是在训练 同时训练很多小的Network 那每一个小的Network不一定可以成功的被训练出来 所以成功的训练出来是说 它不一定可以透过gradient descent 找到一个好的solution 我们不一定可以训练出一个好的结果 我们不一定可以让它的loss变低 但是在众多的Network里面 众多的subnetwork里面 只要其中一个人成功 就可以一人得到鸡犬升天 其中一个subnetwork成功 大的Network它就成功了 而今天一个大的Network里面 如果包含的小的Network越多 那就好像是去买乐透的时候 包牌包比较多的彩券 买比较多的彩券一样 彩券越多 中奖的几率就越高 所以一个Network越大 它就越有可能成功的被训练起来 那这个大乐透假说 它在实验上是怎么被证实的呢 它在实验上的证实方式 跟Network的pruning非常有关系 所以我们就直接看一下 在实验上是怎么证实大乐透假说的 你现在有一个大的Network 在这个大的Network上面 一开始的参数是随机初始化的 把参数随机初始化以后 得到一组训练完的参数 训练完的参数 我们用紫色来表示 接下来你用Networkpruning的技术 把一些紫色的参数丢掉 得到一个比较小的Network 如果你现在直接把这个小的Network里面的参数 再重新随机的去initialize 也就是你重券一个一样大小的小的Network 就是你把这个Network复制一次 一样大小 但是参数完全不一样 重新再训练一次 重新再训练一次 你会发现训练不起来 直接训练这个小的Network训练不起来 训练一个大的 再把它变小 没问题 但是直接训练小的 训练不起来 但是假设这个小的Network 我们在重新initialize参数的时候 我们用的跟这组红色的参数 是一模一样的 就训练得起来 大家可以了解这两者的差别吗 就是这两组参数 虽然都是Random Initialize的 但是这组绿色的参数 跟这组红色的参数是没有关系的 而这边这些Random Initialize的参数 是直接从这边的红色参数里面 选出对应的参数 就是这边有四个参数 我们就是把这边对应到的这四个参数 直接把它复制过来 这边有四个参数 我们就把这里面对应到的四个参数 直接复制过来 把这里面的参数直接复制过来 就训练得起来 如果用大乐透假说来解释的话 就是这里面有很多Sub-Network 而这一组Initialize的参数 就是幸运的那一组 可以Train得起来的Sub-Network 所以当我们今天用把这些 把这个大的Network Trend完再Print掉的时候 你留下来的就是幸运的那些参数 可以训练得起来的那些参数 所以这一组初始化的参数 它是可以训练得起来的一个Sub-Network 但是如果你再重新随机初始化的话 那你如果运气比较不好 你就抽不到可以成功训练起来的参数 所以这个就是大乐透假说 大乐透假说非常的知名 它在iClear 2019 应该是2019没错 得到Best Paper Award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知名的假说 后面也有很多后续的研究 比如说有一篇有趣的研究 叫做Decontracting Lottery Ticket 解构大乐透 这个解构大乐透里面有什么有趣的结论 我们就直接讲它的结论 第一个它试了不同的Printing的Strategy 然后发现说某两个Printing的Strategy 是最有效的 这个细节我们就不讲 它做了一个非常完整的实验 告诉你说Printing 有哪些可能的Strategy 然后它发现说 如果训练前跟训练后 它的绝对值差距越大 那Print掉那些Network 得到的结果是越有效的 另外一个比较有趣的结果是 到底我们今天 这一组好的Initialization 是好在哪里呢 它发现说 如果我们只要不改变参数的正负号 就可以训练起来 就是小的Network只要不改变正负号 就可以训练起来 什么意思呢 就是假设你Print完以后 剩下的这个数 假设你Print完以后 那你再把原来Random Initialized的那些参数 拿出来 它的值是这个样子 0.9 3.1-9.1 8.5 你可以完全不管它的数值 直接把正的数值 大于0的 通通都用正α来取代 小于0的都用负α来取代 用这组参数 去Initialize你的model 这样也Trend的起来 会跟用这组参数去Initialize 差不多 所以这个实验告诉我们说 正负号是初始化参数 能不能够训练起来的关键 它的绝对值不重要 正负号才重要 然后它在那个文章的 那个副标题上 它在章节的标题上 特别取了一个 就是你乍看之下 会以为它想要讲 Significance of Initialize 但它故意在这个SIGN後面 加了一个DASH 告诉你说是SIGNIFICAN 就是这个正负号是很重要的 它想要玩个一语双关 不过好像没什么人注意到就是了 然后最后一个神奇的发现 是它发现 就既然我们在想说 一个大的内卧里面 有一些内卧 有一些SIGNIFICAN 它是特别好的初始化的参数 它训练起来会特别的顺利 那会不会一个大的内卧里面 甚至其实已经有一个SIGNIFICAN 它连训练都不用训练 直接拿出来就是一个好的内卧呢 我们完全不用训练内卧 我们直接把大的内卧 Pull in Pull 就得到一个可以拿来做分类的classifier了 有没有可能是这个样子的呢 就好像米开朗基罗说 它是怎么雕出大卫像的呢 它不是雕出大卫像 它是把大卫像 从石头里面释放出来 大卫像原来就是石头里面 原来就在石头里面 它只是把它把多余的地方把它去掉而已 那会不会在整个大的内卧里面 虽然参数都是随机的 但其中已经有一组参数 它就已经可以做分类了 把多余的东西拿掉 直接就可以得到好的分类结果的呢 答案是是这样子 你可以自己去读一下那个文章 其实可以得到跟supervise 其实很接近的正确率 那其实我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 这个结论已经没有让我觉得非常神奇了 因为在这个解构大乐透这篇文章 发表的前几个月 就有一篇文章叫做 Wag Agnostic Neural Network 它是说它弄了一个神奇的内卧 这个内卧里面 所有的数值要么是随机的 要么通通都设1.5 那结果这个内卧也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结果 所以看起来就算 你的内卧里面参数都是随机的 不根本就给它一个constant 得到的也有可能可以得到好的performance 所以这个结论其实没有让人特别讶异 因为在几个月之前 就已经有同样的文章了 这边放了这两篇文章 archive就有类似的说法了 这边放了这两篇文章的archive连结 这边放的连结是 他们最后一个上传到archive的版本 所以如果你看这个 最后一次最后一个版本上传的月份的话 你会觉得 Wag Agnostic Neural是后出来 然后解构大乐透是先出来 但如果你看第一个上传的版本的话 是先有Wag Agnostic Neural 然后才有解构大乐透 所以我是先读到这一篇 才读到解构大乐透的 但是大乐透假说 它一定是对的吗 不一定 有一篇文章是打脸大乐透假说 这篇文章叫做 Rethinking the value of Neural Pruning 而且神奇的是 这篇文章跟大乐透假说是同时出来的 他们同时出现在iClear 2019 所以就是在iClear 2019里面有两篇文章 他们得到了不太一样的结论 这篇文章说的是什么呢 这篇文章说 它试了两个dataset 还有好几种不同的模型 然后它说 这个是没有Print过的Network的正确率 然后它试着去Print了一下Network 然后再重新去做FindTune 小的Network 可以跟大的Network得到差不多的正确率 然后他说 一般人的想象是 如果我们直接去Train这个小的Network 正确率会不如大的Network Print完以后的结果 他试了第一次实验 叫做SquatchE SquatchE的意思就是 它的参数是随机初始化的 大家注意一下 它的随机初始化 跟大乐透假说里面的随机初始化是不一样 它的随机初始化 就是真的是随机初始化 大乐透假说里面 你的随机初始化是从原来的那一组随机的参数里面 去借来那一组随机的参数 我知道这个很敲口 希望你知道我在说什么 然后这边这个SquatchE的意思是说 我们就真的随机初始化参数 训练一个小的Network 跟这个有Print过的Network它的大小是一样的 发现果然差了一点 跟多数人的想象好像是一样的 但是接下来他说 如果我们在update的时候 多update几个APA会怎样呢 之前的人设定的APA数目 小的Network的APA的训练数目都跟大的Network一样 但是如果小的Network的APA的数目多设一点会怎样呢 多设一点就比Print过以后的结果就好了 所以之前觉得大的小的Network训练不起来 要先训练大的再做Printing 这个会不会就是个Illusion 就是个幻觉 是个都市传说 直接训练小的Network APA设多一点 反正就是训练的起来了 就是这样子了 反正其实这篇文章里面 这篇文章放在iClear审查的时候 当然就有reviewer去问说 你这个跟大乐透假说正好是相反的 你有没有什么common 其实在这篇文章里面 他也有对大乐透假说做出一些回应 他觉得大乐透假说是比较有 大乐透假说观察到的现象 也许只有在某一些特定的情况下 才观察得到 根据这篇文章的实验是说 只有在Learning Rate设比较小的时候 还有Unstructure的时候 Unstructure的时候就是我们Print的时候 是以Weight作为单位来做Printing的时候 才能观察到大乐透假说的现象 他发现说Learning Rate条大 他就观察不到大乐透假说的这个现象 所以到底大乐透假说 有多正确 是真是假 这个还未来尚待更多的研究来证实 这是两转的 这种转的 是一转的 这是一转的 是一转的 是一转的